12年我在连同培训 眼瞅着就分配岗位就上班了 然后我妈给我打电话说 姑娘现在还位缺人你来吧 我说我不去 我干啥去 哪有这么大小姑娘干还位的 她说你看现在缺年轻人 眼瞅着全会了 我们得给沈阳争脸呢 就劝来劝去吧 反正我也没想那么多 然后就跟连同那边辞职了 然后就干了还位了 就这么简单 也是个听话的 孝顺的好闺女啊 虽然我们说职业不分高低贵贱 但是环卫工人的确是很累 很辛苦的一个职业 我就很好奇 为什么咱们这一大家子 都这么义无反顾的 要从事这个行业呢 刚开始进入这行 我也没多想 就觉得一家人都在一起工作 比较有踏实 干活有劲 家庭凝聚力也大 基础的工作 再怎么说也得有人干呢 衣服脏了可以洗 但是人脏了就让人瞧不起 我感觉我们干的工作 还是挺高尚的 我们家起码对社会 都是有用的人 所以我们说呢 再频繁的工作 也能做出对于自己职业